各位台北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市 依旧是相当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都有阳光露脸的 其实呢微风吹起来 还算是舒适的 直播提醒您了 在这个明天开始呢 受到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我们台北市恐怕又要下起雨来了 先从微信图示明来看起了 目前呢其实在台北市的上空 云量有稍微增多一点点了 不过真正呢 天气要有转变会是落在礼拜三 就是明天 东北季风一旦增强之后呢 台北市的云量会变得更多 更厚一点点 同时呢也会有下起一些 短暂阵雨的机会 提醒您明天开始外出 又要记得席带雨具了 而另外呢 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新深层的泛高台风呢 其实目前受到地形破坏的影响 已经减弱成为月代性地气压了 而接下来呢 会持续朝西 往中南半岛的方向前进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 大家可以稍微的放点心了 而另外呢 其实目前在太平洋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月代扰动呢 正在发展当中 外来呢 也不排除有持续增长 成为台风的机会 但是呢 其实就算它成为台风了 也会持续的转北 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所以同样的 对我们台湾 对台北市来说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 至于呢 在空气品质的部分 今天呢 其实我们整个台北市的 空气品质状况 也都还不错哦 目前呢 在这个户外的空气品质污染指标 PSI的部分呢 都是良好的 普通的等级都还不错 而在细旋浮微粒浓度的部分呢 也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户外的空气品质状况都很不错 呼吸道容易敏感的患者呢 可以放心的 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了 好 至于在天气 未来的变化部分呢 最主要就是受到 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了 东北季风一旦增强呢 在我们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这个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花莲呢 都容易有一些短暂阵雨 所以礼拜三呢 会容易有一些短暂阵雨哦 大家外出千万要记得 攜带雨具再出门了 而且不仅仅是雨具哦 同时呢 也要记得戴上保外套了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会带来北方的凉空气南下 会让我们台北市的气温呢 稍稍下滑个三四度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其实台北市台北市呢 还算是温暖的 高温的部分呢 有来到33度左右 但是呢到了明天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高温的部分呢 就会降到只有29度左右了 这样子感觉比较凉的天气呢 预计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之后 阳光呢再度露脸之后 才会明显的回暖转晴 所以特别提醒您了 明后天礼拜三礼拜四 在台北市呢 感觉会是比较凉一点点的天气 提醒您出门的时候 也要记得搭配一件保外套再出门了 而在未来这几天的空气品质部分呢 也因为有下雨的关系 所以各地的空气品质状况呢 都是良好的普通的等级 空气品质还不错 大家可以放心的 诚实一些户外活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